今天就要去参观阿斯邦附近的阿布辛比神庙 也就是拉米西斯二世神庙 神庙距离我们住的游轮的地方大概需要三个多小时的路程 所以这天我们早上三点多就起床 多年前在阿布辛比神庙发生过游击对智商旅客的事件 所以现在坐旅游车去参观神庙时都需要当地武装车的护送 几个小时之后可以看到美丽的沙漠日出 拉米西斯二世是古埃及法老时代的新王国时期的法老 他执政时期是古埃及的最后的强盛年代 他本人就相当于中国的沉积思汗 拉米西斯战略时发动了不少战争 北至今日的以色列巴斯坦叙利亚南至金州的苏丹 同时也下令雕刻了数不清的自雕像 卑文并建筑的许多神庙 他统治年间的所有英雄事迹 通过这些遗迹而流传万世 在他执政期间以同时代的另一个强大帝国赫地 发生了利益冲突 双方发生战争并最终签订了合约 其合约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国际协定 可能是出于对赫地军事力量的担心 拉米西斯二是下令在埃及的东北部 也就是在现在距离开了100公里的东北部 建立了新的首都 并将其命名为培尔拉米西斯 有些考古学者认为 这就是圣经就业所提到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出发点城市 兰塞 他们由此而认为 当时的法老就应该是拉米西斯二是 但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 除了在就业圣经的出埃及记有记载外 在埃及的历史记录里找不到 但埃及和赫地所签订的合约 其埃及文本及赫地文本均被保存下来 并未近代考古学者所发现 但不管怎么说 拉米西斯本人就是一个传奇 他寿命九十 有八个皇后 凭非不计其数 总共有100多个子女 在公年前1200多年 也就是中国的商朝末期 他有这样的寿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今天是2015年的12月30日 我们来到了埃及的中运路的阿斯邦城市 之后就坐了三个多小时 来到这个地区叫阿伯辛北 阿伯辛北它是很有名的 大概是19世纪时候 一个意大利人就来到了埃及 做着考古 来到这个地区 就问了当地的小孩子 他说当地小孩子 有没有什么古文物可以发现呢 去探测一个小孩 小男孩 他的名字叫阿伯辛北 他就带了这个意大人来说 他说在这个沙漠这个地方 有一个 不过你要把这个沙漠的沙挖开 这下面有一个叫天堡 然后我们这意大人就带了一对考古角色来吧 就发现这个伟大的寿命 他说是什么 他说是什么 用从这边走 试试 都是拉米斯斯阿尔士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是 他说古埃及的时候 他说古埃及的时候 他站立了 非洲大陆的一片地方 他说这个国王 那米斯斯斯阿尔士 国王他是站立了 东南西方向 但是呢 他因为联赛久了 风化了 他左手边 最爱的一个皇后 她的皇后那个地方 然后再转到这边来看看 那边就是奈塞尔湖 奈塞尔湖是六十年代 在埃及界的就是阿斯巴水化 建成以后它的湖水壁上的 很多年前 很久以前那个阿比星辈 那个天堂 它是在那边阿满多米 那边外面 它因为水坝搞成以后 然后水位上升 以后埃及政府 它就把了 那个神庙的那些石头 那些碑花的全部 隔成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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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转移到了这边 它里面的碑花是显示的拍照 不显示的它主要是描写了 那边是阿斯去战争 好像去打败了 现在的叙利亚人 还有巴勒斯坦人 还有从前我们去看的 路比亚人的那些战争 它的伟大的攻击 它的战绩 OK 然后我们就去看看怎么样了 OK 这样 巴巴 我的名字叫巴阿虹 所以 谢谢我的女孩 中华一帮我照 这条视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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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系 阿比星辈神庙实质上就是有两个由岩石雕刻而成的巨型神庙组成 距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而中国四川省的洛杉大幅与此有点相似 但只有1300年的历史 阿比星比神庙面对着尼罗河面对着苏丹 神庙的建成大大提高了埃及当时的国威 在距离拉米斯斯二是神庙越50米左右的地方 有另外一座拉米斯斯二是为她第一个皇后 也是最宠爱的皇后所见的小神庙 然后再转过那边 那边就是奈赛尔湖 奈赛尔是1952年埃及革命以后的 他一个第一个的民运总统 他52年上台之后 他在60年代才起了这个阿斯巴水坝 然后把这个整个阿拉米斯斯二是神庙从那边 然后就转过了 然后神庙的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壁画 这个壁画 皇后里面的壁画就说明了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 那边的皇帝的阿拉米斯斯的故事 在那边讲了他们三个一人的故事 但是现在是早上大概9点钟这个时间 然后呢就可以看到很奇怪 阿斯斯的皇帝跟他的皇后上面 是不是看到小小的月亮啊各位 早上线线线 2015年12月30号的早上9点多的时间 阳光灿烂 这边是阳光 太阳在那边 太阳在那边 太阳升起来了 你看到小小的那边啊 很神奇的光线 OK 这样走了 OK 谢谢 OK 再讲回阿斯旺那个地区跟泰罗的地区有什么不同 阿斯旺的自备人 埃及人是埃及祖宗的原地的发源地 他呢怎么讲呢 他的古的法老时期 埃及分几个时期 一个法老时期 一个就是希腊时期 一个罗马时期 一个阿拉伯时期 他的那边法老时期 真正正正正正正的古埃及人 是纯黑人的 还black completty black 完全是害黑人的 就是我们从来去看那个路比亚人 路比亚人就是真正的法老人的后代 然后到了希腊时期 罗马时期 他的欧洲人 白人入侵了这个国家之后 入侵这个国家之后 他现在的在阿里山大和泰罗尼人的皮肤 已经是混血人 是偏白的 很棕色的血统 所以说真正的 埃及法老人的后代 法老人的后代 应该是阿斯坡这个地区 埃及的中部这个地区 而古埃及的历史 五千多年历史 他其中一千多年 他是给外国人称 为外国人侵略这个历史 OK 我们大家去看一下其他地方 OK 另外还要提到的是 从拉米西斯二世神庙的最外面 到神庙的最深处 有六十米深 在那里有四位并排而坐的石家 从右到左 一字为太阳神Rapt 拉米西斯二世本人 阿蒙神和冥界之神 只有在每年的二月二十一日 拉米西斯二世的生日 和十月二十一日 拉米西斯二世的加冕日 出生的太阳才能照在 最里面除了黑暗之神的 另外三座石像身上 但自从神庙迁余之后 太阳照入神殿的时间 延后了一日 一杯咖啡在 阿斯邦这个地方 二十IB 就是二十块人民币左右 对 后面就是当地的银行 它墙上 墙上面 台面也可以看看墙 很普遍的 它是保护旅客的作用 觉得很安全 OK OK 就这样了 谢谢了 OK 现在在阿斯邦附近的 阿比兴北神庙的 咖啡店那里喝咖啡 沙漠地带过了 你看 咖啡店的地下 还是沙来的 很多台面 很多苍蝇的 但是厕所很干净 比想象中 当中的干净的 多厕所 旅客吧 就是停在 警察场那里 那就是远的 就是奈赛湖 很多游客 就是警察在这里 台面还可以看到 枪杆 是他们的枪 给你看一个安全杆 中午 我们将要离开什么样子 有部队人员 来检查所有的车辆 大米西斯二是处于古埃及法导时代的新王国时期 那时候的埃及已不再建造金字塔 它时候经过70天被自身木乃 以后被埋葬在埃及中部的城市路克什尔附近的帝王谷 后来因为盗墓的情况 他的木乃一又被转移到帝王谷的另一个墓室里 目前被保存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里 有一些人认为 拉米西斯二是就是圣经旧约记载的 逼迫莫西出埃及的法老 另有一些人认为 逼迫莫西出埃及的法老应该是比拉米西斯二是早 至少160年左右的另外一位法老 阿斯邦的路上很像看到了 在那个沙漠里面 被看到的油田是在开油 哇 真的 南极的油田比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那边少了很多 那也算 它的其中一个土地收入的来源之一 真的是油田 这也造成了空气污染是不是 三个多小时之后 我们又回到了阿斯邦市区 可见市区重要的地方都有部队军人在守卫 经过这几天的埃及旅游 我们可以看到了 距今4000多年的开罗金字塔 还有距今3000多年 今天所看到的阿比辛比神庙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 虽然圣经中多次提到埃及 提到埃及的法老 但它没有具体说明 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是哪个法老在位 同时古代的埃及记录 完全没有提及以色列人居住埃及 或者埃及发生的灾祸 历史上最早提到以色列民族的是 在拉米西斯二是儿子的年代 在一个胜利记念碑上有记载 如果圣经记载的是准确的话 那么摩西出生在埃及 生长在埃及 也说当时的埃及语 而真正的以色列民族 也是在埃及形成的 如果圣经记载又是准确的话 那么摩西之前的阿布拉罕 是在公元前1900多年 因为饥荒从迦南来到了埃及 而阿布拉罕是人类第二十代子孙 由此往上推 从上帝造人到现在 大约在一万年之内 是在右发拉底河和 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 不过这只是圣经的观点 所以说我们到处去看一下 特别是来埃及看一下 比较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在往阿西 吧 有 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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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阿玲 这些是阿玲 那些三 我们在第一楼 是一层大楼山 这是为阿哥 原来是阿玲 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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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professora口大多 回頭地我的對手 Gum Navi 小狗皮ソーシュルม 誣風 五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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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ghetti